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方就强调 这是二战以来 加方采取的最为猛烈的贸易行动 对于政府的表达还有措施 加拿大的媒体也纷纷进行了报道 加拿大外交部长弗里兰 6月29号在加拿大一家钢铁公司说 加拿大不会升级贸易战 但是也不会退缩 加拿大媒体报道称 弗里兰特意选择在钢铁公司宣布这一消息 显示了加拿大政府对相关产业公认的支持 加拿大广播公司着重报道了 加拿大政府向受到影响的产业 提供补助和支持 鼓励他们开拓新的市场 加拿大环球新闻则引用外长弗里兰的话称 加方目前正在就贸易及关税等问题与美国进行磋商 自特朗普政府宣布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以来 除加拿大外 欧盟 墨西哥 印度 土耳其等 也已宣布了各自的反制措施 在美国政坛引发了不小的反弹 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公开高调批评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认为关税政策将抵消美国之前减税的效果 而在美国参议院方面早有议员提出议案 限制美国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由征收关税的权利 针对近期美国在贸易问题上的种种做法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利民 也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 美国正在孤立自己 那么俄罗斯呢也在29号的时候表示 已经就美国加征钢利关税一事呢 诉诸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俄罗斯的经济发展部长奥列士金29号的时候说呢 俄方此举是因为美国加征钢利关税的行为 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则 此前呢欧盟 中国 印度 加拿大 墨西哥和挪威 均引进据此呢是诉诸世贸组织 按照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则 那么下一步争议双方将会进行磋商 如果说磋商没有成果的话 那么俄罗斯呢可以提请世贸组织成立专家组 对案件展开审理 美国纽约时报的网站28号报道就是说呢 美国的朋友还有盟友们认为啊 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可靠的伙伴 那么他们现在正在转向其他地方 从加拿大到欧盟 美国的贸易伙伴呢 已经对美国政府的关税表示厌烦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6月30号在美国国内的多个城市呢 爆发了大规模的针对特朗普的 零容忍移民政策的抗议示威活动 当天呢从纽约到华盛顿 从洛杉矶到芝加哥 大约是有700多支游行队伍 数万名当地民众走上了街头 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 对于特朗普的移民政策的不满 还有愤怒 在美国华盛顿抗议民众高举标语 高呼口号 从拉菲特广场出发 一路经过白宫 最后抵达国会大厦 他们呼吁让离散的家庭团聚 立刻停止不人道的移民政策 尽管特朗普此前迫于压力 叫停了将非法入境者 与其子女分离的措施 但是已经被分离的父母和子女 如何相聚依然悬而未决 特朗普的零容忍政策 正在遭到越来越多人的质疑 除了华盛顿 在纽约 许多抗议者也是顶着高温 举着纽约是移民之城 没有仇恨 没有恐惧 欢迎移民等标语 呼吁特朗普政府 尽快让分离的移民家庭团聚 停止拘留移民家庭 结束零容忍移民政策 当天美国的洛杉矶也举行了 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活动 6月29号 欧盟各国在夏季峰会上 就解决难民的难题达成了一致 将探索在欧盟境外 设置难民中心 在欧盟境内设置管控中心 不过对于希腊难民安置中心的工作人员来说 这份协议并不能解决 他们目前面临的难题 那就是经费枯竭 当地时间29号 记者在希腊中北部 一座难民接待中心采访时 这里的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对当天在布鲁塞尔闭幕的欧盟峰会 非常失望 因为这一次欧盟各国领导人 只是勉强就一些难民危机事宜 达成了有限的共识 但并没有考虑到希腊难民安置中 迫在眉睫的经费问题 目前希腊各地的很多难民营 或难民接待中心 都是在经费即将枯竭的状态下 苦苦支撑着 阿利克斯介绍说 这里的60位工作人员中 有35位需要从欧盟的 难民安置项目经费中 领取每人每月450欧元 约合移民币3500元的薪酬 这个数字比希腊最低生活标准 还要低约160欧元 然而今年以来 由于经费严重不足 这些工作人员的工资 都难以按时发放 同时 这座难民接待中心内 200多名难民儿童 特别是其中40多名 布满周岁的婴儿的生活必需品供应 也因经费缺口巨大而断档 据介绍 这座难民接待中心 原本是作为一个临时过渡性质的 难民营地而启用的 按照最初的设想 在希腊境内大部分滞留难民 转移到其他欧盟国家之后 这座难民接待中心 会在2017年底之前停用 然而 由于难民避难手续 审批过程过于漫长 加之今年3月后 进入希腊的难民人数 又出现大幅攀升 所以这座临时难民接待中心 到现在也没能按计划关闭 还有消息称 德国总理默克尔 即将与希腊总理齐普拉斯 签署一份协议 根据协议 那些跳过常规避难程序 已经自行到达德国的难民 将会被遣返回希腊 如果消息属实 希腊难民营地资源与空间 严重不足的问题 可能会更加突出 入夏以来 英国持续遭遇热浪 用水量激增 导致了北爱尔兰不得不 23年以来第一次采取措施 禁止使用橡胶软管撒水 来看报道 近日英国连续三天气温 高于30摄氏度 这让往年7月平均气温 不到20度的北爱尔兰 用水量大幅增加 这样的规定给园艺爱好者 带来了很大麻烦 因为他们精心栽培的植物 根本无法长时间 接受高温制烤 对于连续的高温天气 也有一些英国人表示 不受影响 他们说既然遇到难得的连续晴天 应该好好享受 据外媒报道 这样的高温干旱天气还将在英国大部分地区持续 不过当地时间周日 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可能会有暴雨 投资消费 互为机会 看一看有什么财富新角度 大众福利 七成进口日用消费品 惊奇大幅降税 科威特 沙特增加原油产量 国际原油价格走向何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从今天开始 我国将会降低1449个税务的日用消费品的进口关税 并且将会降低汽车整车以及零部件的进口关税 此次降税涵盖食品 服装鞋帽 家具用品 日撒百货 文体娱乐 家用电子 日化用品 医药健康等八类日用消费品 共计1449个税务 占到进出口税则中 消费品税务总数的七成 平均降幅达到55.9% 其中 服装鞋帽 厨房和体育健身用品等 进口关税平均税率 有15.9% 降至7.1% 洗衣机 冰箱等家用电器 进口关税 平均税率 有20.5% 降至8% 养殖类 捕捞类 水产品和矿泉水等 加工食品 进口关税 平均税率 有15.2% 降至6.9% 洗涤用品和护肤 美发等化妆品 及部分医药健康类产品 进口关税平均税率 有8.4% 降至2.9% 同时 老百姓较为关心的 医药健康类消费品 平均税率从5.5% 降至0.3% 降幅超九成 降税的药品包括 胰岛素 抗菌素等 北京口按2017年下半年的 进口药品规模测算 今年下半年 在降税政策实施以后 将会有1.7亿 人币减税 让利于市场 此外 汽车整车及零部件 进口关税 也于今天下调 本次降税中 税率分别为25% 20%的汽车整车关税 降至15% 税率分别为8% 10% 15% 20% 25%的汽车零部件关税 降至6% 按2017年进口规模测算 此次减税政策实施后 一年至少有450亿元 减税规模 让利给市场 为国内车企的生产成本的降低 创造了条件 也为消费者的车辆 维修保养 降低了费用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首届香港一带一路 国际食品展 近日在香港亚洲 国际博览馆举行 超过了35个国家 还有地区的 300多家参展商 云集于此 展示特色美食 并且从中寻找商机 我手里拿到这袋咖啡 来自于缅甸 而这瓶辣椒酱 则来自于马其顿 俗话说 民意食为天 农业和食品业 一直是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都很重视 并大力发展的行业 因此 如何加强区域间的合作 也成为各国的 共同诉求 本次展览 总共设有 食品贸易区 投融资区 零食品牌区 清真食品区 和专业服务区 五大主题展区 旨在为国际农业和食品站 搭建一站式商贸对接 和投资合作的平台 位于展区显著位置的这个展台 来自于阿尔巴尼亚的一家公司 这次他们专门带来了 运用古老酿酒方法制成的 阿尔巴尼亚葡萄酒 以及健康有机的橄榄油 为了筹备这次展览 阿尔巴尼亚农业部派出了专门的团队 向参观者推荐本国的农产品 展览期间 包括柬埔寨 菲律宾 缅甸等一带一路 沿向国家的农业或贸易官员 介绍了各自国家农食品产业的 发展现状 相关政策及商贸机遇 并与相关行业人士 探讨一带一路为食品行业 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由于欧佩克的个别成员国 出现了原油生产供应的问题 同时随着国际原油需求的增加 国际社会对于提高原油产量的呼声 也越来越高了 在当地时间的6月30号 科威特的石油大臣巴西特拉希迪 在接受当地媒体的采访的时候就表示 科威特将从7月1号开始 将原油的日产量提升至8.5万桶 将日总产量提升至278.5万桶 同一天 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社交媒体的推特上发文表示 他刚刚和沙特国王萨勒曼通过话 提出沙特增加原油产量 至每日200万桶的要求 以弥补部分产油国产量减少造成的供应缺口 那么特朗普在推文当中就表示 萨勒曼已经对此表示了统一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6月30号 日本民营企业星际科技公司 试射了一枚小型的火箭 但是在升空之后呢 当即坠毁宣告发射失败 那么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呢 当天上午 星际科技公司在北海道的大树厅 发射了独自研发的小型火箭 MOMO2号 但是点火升空之后呢 仅仅数秒 引擎呢便发生了故障 那么火箭是失去动力之后 坠毁爆炸 索性呢 是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MOMO小型火箭呢 是以以纯液氧为推进剂的 液体燃料火箭 长度大约是10米 直径大约是50厘米 总重量呢 是1.15吨 2017年7月30号 该公司研发的首枚小型火箭 MOMO1号 在北海道发射升空 一分钟之后呢 是出现了故障 随后坠入了附近的海域 而在今年4月份 第二次发生呢 是因为燃料的泄漏而放弃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年早些时候呢 南非的财长吉加巴宣布 政府呢 是计划从2019年1月开始呢 实施碳税 那么很多企业呢 目前都在研究 如何去实现一个低碳的生产 包括啤酒厂 日前呢 南非开普敦附近的一个啤酒厂呢 有就有望成为 本土的第一家低碳啤酒厂 为了达到生产低碳啤酒的目的 这家啤酒厂将采用高效的设备 减少水和能量的消耗 在生产现场减少碳排放量 此外 该厂还将计算二氧化碳消耗 按照一个可信的 经过验证的碳排放标准 将等量的碳排放抵消 实现碳中和 按照这个办法 这个啤酒厂有望每年减少687吨 二氧化碳排放 据悉欧洲和美国的公司 都已经开始生产低碳产品 但是低碳这个概念 在南非依旧是一个新鲜事物 鉴于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对生产有引导作用 南非将出现 越来越多生产低碳产品的公司 欢迎回来 6月30号 在2018年国际田连钻石连赛 巴黎战男子100米的比赛当中 中国飞人苏炳天 是再次跑出了9秒91的 个人最好成绩 获得了本站的第三名 那么这是苏炳天在9天之内 第二次跑出平亚洲记录的成绩 美国名将贝克是以9秒88的成绩夺冠 而法国的本土选手维柯和苏炳天的成绩 都是9秒91 那么终点摄像显示 维柯更早一点点撞现 那么最终苏炳天是以千分之三秒的劣势 位居第三 我们再来看一下 6月29号的下午 日本滋贺县米园市遭到了龙卷风的侵袭 那么现场附近的一辆汽车的行车记录 一拍下了这样的画面 那么可以看到龙卷风是横穿马路 并且是将路上的瓦片木板等抛上空中 道路旁架设的电线甚至是冒出了电火花 根据日本共同社援引当地警方的话 是报道说龙卷风是导致了米园市的百余栋房屋受损 多名居民是不同程度的受伤 那么此外龙卷风来袭的时候 还造成了全市大约360户断电